又是个炎热的夏天 哭过会觉得好些 丢掉你给的照片 相信久了会好些 还是那些无聊的画面 一直要让你出现 安静点和从前说再见 好吧 让我诚实一点吧 好吧 现在的你还好吗 别笑我弄丢了日记 日记里写的都是你 好吧 我还是爱你的啊 好吧 我的心快要碎了 我不想总在半夜被人 打断思念你的歌声 好吧 好吧 如果只能这样啊 好吧 你一定要幸福啊 请记得曾经有个我 曾带给你一个美丽 你爱情 爱情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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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 我个人的听后感 我希望你能快乐一点 就是好 就是真的好忧伤 这个很忧伤吗 这个是一种比较甜蜜的 就是那种年幼的时候 就失去了女朋友的感觉 这个是 那也是伤心了 所以咱们要先要讨论 就是这首歌怎么样 实话 true wada give me i still want you give me 称语 称语 那我想到了一个 可以形容 这首歌的 这个词 是吗 情深言浅 情深言浅 我同感 在下同感 打动不了你自己 这个可以打动 但打动你是二十岁的我 三十岁不行 因为我年轻的心境就是那样 年轻心境就是曾经有给我 带给我没了解 现在你还好吗 就是大概是那个心境点 那有没有可能站在一个比较老的年龄去看青春 随着进入工作岗位 我们经常会说 啊 我很怀念青春 但我经常会在想 哎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老了 能够以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去体验一下 那个时候的心境 是不是青春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哎 你刚刚那个感觉给我一个挺好的灵感 如果我们反写 就是我们去尝试我们如果变得很老 我们看似自己的青春有什么遗憾 这种写法也成立 就好比有首跟你讲嘛 因为爱情 它写的是青春 它写得特别好那符词 我特别特别喜欢 爱情不会进一半两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你懂吗 就那个很酷 正话反说 对对对 但是那个是反写 就是它必须要到那个年纪 它才能这么回去写 反写 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写的是我们逝去的青春 这个也ok 而且这个是我强项 我也去卸衣服 好 很棒 试试 好不好